嗨,大家好,我是李妍 今天这一期的视频呢,我想了很久 今天打算来录一下 关于咱们这个早婚早育的话题 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想法 我觉得我当时结婚的时间呢,确实是有点早 然后是我怀孕的那一年,他们是在上高考 我就发现我发的每一个视频 还有每一个微头条下面都有人评论说 说我是为了钱,不是为了爱情 我就想问你,当时十八九岁的时候 你们还懂什么钱吗 而且我老公也才大我一岁啊 也不是那种什么大我很多是老男人 他也是我学长啊 而且我们当时在谈恋爱的时候 他还在帮别人打工 我们福建那边可能都是这样子 不管你的家庭是不是富裕的 他一般呢都会让儿子出去外面打工打几年 也是相对比较低调的那一种 所以说你有钱没钱,真的是看不出来 在这边说明一下呢,虽然我是94年 但是我老大他现在目前是有六周岁 今年九月份会上一年级 然后老二呢是两周半 应该明年才会上幼儿园吧 我也没有觉得说早婚有什么不好的 可是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吧 然后我们家也没有说天天请个保姆啊 或者说有谁来帮我带孩子 两个孩子都是我自己跟我老公两个人带大的 如果是按你们所说的为了钱 那我现在应该是天天翘的腿 也不用刷碗,也不用带孩子 但是反而这些事情我们都是需要去做的 对吧 我为什么说我每天都是睡到自然醒 首先一点是我们是夫妻两个人自己住的 家里没有老人 如果是长辈来住的话 我肯定不可能天天睡那么晚 对不对,是吧 那关于做饭这个话题呢 那他做饭我刷碗怎么了 那非得我做饭我刷碗 天天活得那么累你们才开心啊 是吧 那本来家务事情都是两个人互相的 不可能说你一个人把所有事情都懒了 包括经济啊 也是他赚大钱我赚小钱 反正大小都是钱嘛 是吧 我也不是完全的家庭主妇 一说到这边 他现在又要开始做饭了 然后我等一下也要吃午饭了 今天呢 就是简单 哦,说错了嘛 晚饭 今天就先到这边吧 我们改天再聊吧 就是想感叹一下 有的人吧 你自己过得不好 你也不希望别人过得好 我最讨厌那种人了 好,先这样子吧 拜拜 记得你们还是要坚持的关注我 点个赞 拜拜